这个活动很适合三个人以上来进行 可以是一个陪玩者两个孩童 或者是两个陪玩者一位孩童来进行 当然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 首先我们让陪玩者跟孩童各自挑选一张职业卡 所以例如说我们可能陪玩者跟孩童一起挑 这他们分别挑到的是一个棒球员 然后是一个医生 那接下来陪玩者要找出这两个职业所相对应的场所 好我们就找到医生是在医院工作 那棒球员则是在棒球场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两个职业会用到的工具 例如说棒球员他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他需要有球棒 那医生需要的是听诊器 接下来我们会运用到的是这个任务 那任务卡里面我们也要找到所有相对应的 他们会用的任务 例如说这个棒球员他很重要的活动 叫做要先暖身 那医生呢他可能要开药方 所以接下来一样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活动 那如果有三个人参与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再多增加一个职业的角色 所以我们先用这两个角色 也就是参加的爸爸妈妈还有孩童 可以依据他们所抽到的这个职业的内涵 来创造一个故事 也许有个孩童会说 有个棒球员 那他平常是在棒球场做练习 要挥他的球棒 那在挥球棒之前 他可能要暖身 在创造的过程中 可以让孩童跟家长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在暖身的过程中 不小心扭伤了 挥棒太用力了 那就要送到医院来 这个医院就会遇到医生嘛 那这个医生在哪里上班呢 就送到这个医院 那医生可能就会用他身边所用到的听诊器 来了解一下棒球员身体的状况 那最后呢 他可能会开一些药 来让这个棒球员的身体能够恢复 那这过程中 看起来创造了一个有逻辑的故事 我们抽到的牌卡 会因为牌卡的不同 而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故事 那让我们这个引导者的爸爸妈妈 跟孩童 可以有点是天花乱坠的 去编织一个有趣的故事 重点是这个编织过程中的互动 也创造了这个故事的有趣 那也让彼此在亲子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升温 以上就是职业城市的玩法 也要遇见 那这个玩法 就可以啊